在基隆市议员李敏勋积极争取下 暖西国小里面的软丝乐园在2021年3月正式启用 启用后也一直深受小朋友欢迎 而随着疫情趋缓 李敏勋认为校园也可以更友善 因此在和校方协调后 软丝乐园预定至少从2月25号以及26号6日两天 对外开放民众带着孩子进入游玩 市议员李敏勋和暖西里长张凯杰也计划共同合作 成立可能是全市首支的校园游乐场志工队 协助家长在乐园开放时间内跨头跨背 注意软丝乐园的游乐安全 首先第一支的志工队真的要非常感谢我们张凯杰赞里长 他在知道软丝乐园疫情过后即将开放的时候 他就有筹筑我们当地软心理的志工 然后一起来守护 那未来我们会从这个礼拜六日 就是2月25号26号这两天 礼拜六礼拜天我们会先来试办 那如果试办的情况稳定的话呢 那我们从3月开始6日的时候 我们都会有志工来进驻 那时间点是落在每个礼拜六日的上午的9点到11点 下午的2点到4点会有这个志工 那也欢迎大家各位家长带着小朋友在这个时间 可以前来游玩陪伴小朋友一起欢乐一起参与 有意愿的志工们也可以来找我跟敏轩来报名 还有校长会校长来报名 然后这个志工主要做的内容就是 就是帮忙家长疏导方向 还是说如果有遇到什么问题 家长可以询问志工大家这样谢谢 不过林敏讯也表示游乐场志工属于协助家长看着孩子游玩的角色 呼吁要到软丝乐园 还是要由家长亲自带着孩子一起来亲子同乐 最好也最安全 我们各位家长带着小朋友来玩的时候 应该是要全程陪着小朋友玩或是看着他在玩 而不是在那旁边滑手机 那这样子的意义就不大 我们陪伴亲子的时间非常的有限 那我们带着小朋友来 就是希望说可以跟着小朋友一起同乐 林敏讯和张凯杰指出 软丝乐园游乐场志工队 也将随着游乐场对外开放的情况 滚动调整志工的角色和任务 希望让家长和孩子玩得开心玩得安全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